在张滨沿海设厂的环平案 明天将再度审议 而日前学术界发起联署 反对这一项开发案 现在已经有将近500人响应 中研院院士周昌宏 也在院内的分组会议上 提案反对国光石化设厂 获得了18位院士联署 并且要求排入院士会议来讨论 希望能够做出共同的决议 不过后来并没有讨论到 中研院方面今天则表示 单纯是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才没有处理 出反对国光石化设厂提案书 中研院院士周昌宏 手上有副院长王慧君 前卫生署长陈建仁 18人的联署提案 说明为什么这群在医学 环境与生命科学领域 都有杰出成就的院士们 要站出来反对 麦寮的六庆章 已经造成当地居民的 严重的一个癌症 跟一些公共卫生的疾病 在台湾的土地上 又同样有这样子公害的事情 一直在发生 生命科学组院士进行分组讨论时 因为没有过半数同意 该由18位院士联署 要求排入院士会议的第12案来讨论 不过让提案人周昌宏很气馁的是 最后没能进入全院讨论 即使如此这也是院士们 头一遭大规模针对国家重大经济建设议题 明确表态反对 提到大会应该大会去充分讨论 然后全体用中央院议院 第29届院议院议会的名义给这个政府 这样才更有力量 但是为何院士分组讨论决议 却进不了院会讨论 中研院表示当天确实 因为前面议案讨论时间较久 以致无法讨论完成所有提案 并没有其他因素干扰 而除了院士学界发起大规模联署 490位学者部分蓝绿 站出来反对国光石化设厂 国光石化如果在中部设厂 它对我们全台湾的健康风险影响太大了 最漂亮的黑沙滩的湿地影响也太大了 那它当然更会造成地层下限 那这些成本都是我们全民的百姓要去承担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学术界 会从各个领域一起站起来反对的原因 只欠一个环兵大会就能定案的国光石化设厂案 学界展开大串联 因为他们相信一旦设厂 生态污染与大量的水资源浪费 恐怕远超过创造的就业机会 记者黄秋让彭万群台中报导 关注你的设计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